由一名在新北市地政局上班的公务员蔡月盈 在捷运随机杀人案的当天 她也搭上了死亡列车 她说当时看见郑杰是专挑求饶的人下手 甚至还准备对着一名怀里抱着婴儿的妇人行凶 她当时想都没有想就冲上前去 挡在妇人前面拿住了包包抵挡 还好这包包里面有一本书 挡住了刀子让她逃过了一劫 我非常谢谢她 就是送了我一个就是很平凡 可是却是无价的就是保身的包包 紧紧抓住怀里的包包 蔡小姐一回想起案发 当天自己跟郑杰面对面的恐怖情景 人难掩几种情绪 幸好有老公送的包包 还有包包里的书挡住攻击 才逃过一劫 那一天书包里面其实有三四本以上的书 对就刚好对就有这本书 拿出包包包包上的刀痕还清晰可见 我一当天的情景至今人在蔡小姐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在新北市地震局担任测量助理的蔡小姐 我一当天到台北市洽工 回程搭上死亡列车 她说车子才刚过龙山寺就听到尖叫声 抬头一看看到郑杰拿着刀 准备对着一名怀里抱着小婴儿的富人下手 她立刻冲上前把富人往后拉 同时拿出包包反击 不过自己也因此受伤 就是妈妈抱着婴儿这样子 所以我本能的就又把妈妈捞到我身后 然后就再用大包包就是再汇集一次 看到有一个女子向她求劳的时候 她确实是又再给了她一道 撒上圣水 二十多名牧师在案发第八天 在捷运车厢里诚心祈福祷告 不仅要为王者摘天之灵 也希望活着的人能够放下伤痛继续生活 更珍惜家人 爱惜自己之则花林区赵伟 新北戏报道